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2月14日 NBA官方公布 联盟将无限期竞赛追梦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无限期究竟是多少场 10场 25场 还是这个赛季都别打了 追梦竞赛会损失多少钱 勇士又能节省多少奢侈税 勇士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 问题一 无限期究竟要竞赛多久 无限期是一个听上去横蒙的概念 甚至让人感觉追梦的篮球生涯都要结束了 但实际上 这只是一个时间待定的概念 无限期不等同于无期 在NBA的用词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无限期 比如某个球员受伤 无限期休战 只能说明伤病比较严重 还没有回归的日期表 所以 追梦的无限期 可能是10场 也可能是20场 甚至更长 这一切取决于联盟那个模糊的回归条件 那就是追梦需要满足联盟和球队的一些条件 才能解除竞赛 专家阿米克指出 NBA通常不会有这样的竞赛处罚 而适合具体给出场数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 比如 欧文也曾被篮网无限期竞赛 要求他满足6项要求才能回归 最终他被竞赛8场后就回到了赛场 说一次追梦事件 具体的回归条件还没被媒体公开 但考虑到多份报道中提到的追梦需要接受咨询 可能与心理健康方面有关 因此 追梦具体竞赛多少场 也要看他的配合程度了 当然简单的说 按照联盟以往的规定 无限期停赛至少在10赛以上 否则是动用不到这几个字的 问题2 竞赛相关的罚款和奢侈税如何 在联盟公布追梦无限期竞赛后 新资专家Bobby Marks报道称 如果追梦竞赛场次少于20场 他每场将被罚款新机损失153,941美元 如果追梦竞赛场次超20场 他每场将损失20万2,922美元 另外 Marks表示 追梦每被竞赛一场 勇士最少能减省519,555美元的奢侈税 显然 对于追梦而言 这一拳要遭到大量的金钱损失 而勇士单从经济角度出发 还能省下一笔开支 问题3 竞赛期间 追梦能否跟队 这一点情况和莫兰特相似 莫兰特目前即将完成25场竞赛 他在竞赛期间可以正常随队训练 只是不能上场比赛 追梦也可以继续在勇士训练 除非勇士内部对他还有其他处罚措施 问题4 勇士的灾难 谁又是最大受益者 追梦的停赛 入论及最大的受益者 可能是库明家 库明家的上场时间之前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随着追梦不能出战 他有可能会获得更多出场时间 再加上汤普森 维金斯等人的状态不佳 斯雷特认为科尔有可能让库明家进入首发 另外 波杰姆斯计和目的的上场时间也会提升 为了当下和未来 勇士是时候年轻化了 另外勇士记者斯雷特报道称 如果他们无法在下个月将胜率攀升到五成左右 那么随着交易截止日的临近 总经理小邓立威可能会考虑进行一些阵容上的变动 这个要动的人 可能是嘴哥 可能是克莱 也可能是保罗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条消息 今天铭记赛尔斯透露 克莱汤普森与勇士续约失败内幕 克莱曾拒绝勇士两年48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双方续约谈判存在重大分歧 勇士对机透露克莱当前角色 预计人会首发和打关键时刻 如达的不好也会被换下 从给克莱的合同和对克莱角色的表态就能看出 勇管真的准备动刀子了 铭记赛尔斯在节目中谈到了克莱 他表示 克莱在勇士队的未来扑朔铭离 本赛季开始前 他和勇士的续约谈判存在重大分歧 据我所知 本赛季开始前 勇士曾向克莱提供一份两年4800万美元的提前续约合同 但现在他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由于在合同年限和金额上存在重大分歧 克莱与勇士提前续约失败 本赛季开始前 Shames曾表示 克莱很可能在2024年成为自由球员 上一场勇士不低太阳 克莱在关键时刻被弃诱 当时克莱很不开心 坐在替补西十分沮丧 对于克莱目前在勇士队的角色 勇士记者安森尼斯雷特表示 克莱汤普森仍会得到机会 我预计他会在大多数比赛中继续首发和终结比赛 但是现在 如果他打得不好 他也可能会被换下场 其实以克莱如今的表现 勇士如果合同给的太低 面子过不去 如果给的太高 他现在能力跟不上 也不划算 因此克莱的续约反而成为勇士队的一大麻烦 那就不如趁着现在抓紧交易 而知名评论员苏群发问 建议勇士进行大交易 首先他认为昨天的比赛孔明家 波杰姆斯基最后五分钟打得都很疯狂 但看上去连库里都不相信最后能赢回来 所以他上半场还状态饱满得了16分 3分7中3 经历第三节的变故 库里在下半场也显得特别随意 15中3仅得8分 其中3分球8中1 如果连库里都失去了信心 那么勇士只能想别的办法 这个赛季库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前8场平均超过30分 3分球命中率超过47% 有两次得分40加 但是在最近15场全队低逆期间 库里打了13场 平均不到29分 3分球命中率也降到了40% 老牛拉破车 连库里都拉不动了 自2015年以来 勇士队除了引进锅杜兰特 基本结构没有变过 稳定的阵容有助于打法的延续 默契的养成 时间久了也容易积累臣服之气 佼佼之气 勇士不愿意交易的原因 在于他们觉得只要库里状态好 勇士就在夺冠窗口期 问题在于库里已经35岁了 他仍然能保持自己最佳的状态 而其他人做不到 这样反过来拖累了库里 也有一种说法 库里和追梦 汤普森关系非常好 他们又是王朝功臣 要换走这些人 库里不会答应 但职业球员就是职业球员 如果库里觉得自己 接下来这三年可以这样荒废 那自然不会答应 万之 他就会答应 骑士上一场输给太阳之后 库里接受采访谈到球队如今现状 显然 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力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对待比赛 打出所期许的状态 当这没有发生时 我们就会输 这很简单 但也是我所困惑的地方 因为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作为整体必须要打得更好 只要你上场 你都应该做好准备 上场就应该付出百分百努力 这样的球队才是正常的 值得注意的是 库里在上场比赛中一度情绪失控 在一次暂停下场之后 怒穿板凳席上的椅子 怒骂队友 媒体还原了库里当时骂人的话语 这太TM可怕了 我们能TM停止丢风吗 可见库里是有多失望 以他这么好的脾气 以罕见的对队友发火 其实勇士本赛季的比赛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前八场比赛六胜二负 但几场赢球都要耗到最后时刻 而最近15场比赛 勇士战绩四胜十一负 不仅被西部第二大部队甩开 和身后爵士 灰熊 开拓者这些于南球队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勇士本赛季薪资2.12亿美元 联盟第一 库里5200万加开来4322万加宝罗3080 玩家为金斯2433万加追 孟格林2232万美元 这五人就吃下了1.73亿美元薪资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深思 过去两年 勇士这套首发阵容 竞效率之一直是联盟第一的水平 本赛季版回合竞效率支付10.2 联盟倒数第一 比活赛和马赛还差 根据高阶数据统计 本赛季勇士进攻EPM值有5人为证数 库里加6.3 保罗加0.4 萨里奇加1.2 追孟格林加1.3 克莱加0.2 其他人都是负数 防守EPM值有5人为证数 保罗加1.9 萨里奇加0.1 卢尼加0.2 姆迪加0.3 佩顿加1.0 首发其余4人都是负数 二综合真实胜利贡献值 库里加5.2 保罗加2.3 萨里奇加1.3 追孟格林加0.6 你们知道谁垫底 维基斯负4.1 很难想象年龄最大加身高最矮的保罗 是勇士防守最好的 更无法理解维基斯高阶数据是队内倒数第一 而格林和库里的防守贡献值 其实都是勇士队内垫底水准 如果受伤赛季队里充斥的还是焦焦二气 那么这个赛季完全是焦躁之气 混合着追孟越来越难以遏制的利器 这样的队伍 除了状态保持最好的库里 你拿谁去夺冠 库里一个人拿得了冠军吗 苏全还表示 你可能会说 胡人队上赛季前23场也是10胜13负 最坏的时候到10胜15负 最后不还是打进了西绝 胡人正是靠交易翻身的最佳案例 以上赛季胡人最初的阵容 是不可能打进西绝的 甚至连进进后赛都希望渺茫 但佩林卡做了几笔关键交易 引进了他们需要的封线 提升了三分球命众率 在后半赛季拿到过7胜2负和10胜2负的战绩 就这样仍然通过附加赛才进了进后赛 并以赛带脸 越打越好 勇士和上赛几乎人的情形差不多 库里跟詹姆斯一样 状态依然在线 但阵容整体千冲百孔 肥交易不能做强 所以一旦解决了思想上的根本纠结 勇士还是有吸引力很强的交换筹码 比如汤普森和保罗 汤普森在自己的合同年 既然勇士队考虑让他去自由市场试水 为什么不索性用他去换来自己需要的球员 哪些需要重建的球队 甩包服很需要汤普森这种最后一年4320多万的大合同 其实只需要支付最后半年工资 保罗的合同也高达3080万美元 如果我们把他下赛季不受保障的3000万是做不存在 保罗等于也在最后一年合同期 金额也很大 除此以外 保罗打得还很好 尤其是经验丰富 值得带年轻球队 比如波波维奇可以把他换去马次 待一下已经17连麦的文贝亚马 勇士需要增加内线的高度 扭转靠小阵容就能赢车的思想 是不是可以用汤普森去换西亚卡姆这样能打的前锋 非常值得考虑 总之 若对 想要重建的队 有能打的人可换 都是勇士值得考虑的对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